今天就开始这个视频的环节 今天我想讲关于一个同位数 从而带出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看看这两个原子 一个是Cl35, 一个是Cl37 大家记住, 化学性质是相同的 由于它们的电子排布是相同的 我们写的时候解释 记住这六个字, 电子排布是一样 大家的电子排布其实都是287 所以它们的化学性质是相同的 但是它们的物理性质是不一样的 大家记住, 物理性质是需要质量数 即是原子的质量和分子 如果讲到长远一点的话 它们不相同 因为一个就是35, 重 另一个就是37 它的物理性质是不一样的 因为最近看中四的同学 它们都有一个谋误 就是说, 到底化学性质是相似的 一定是相同 记住, 电子排布是相同的 好像这一只同位数 它们是同位数 所以化学性质是相同的 那什么原子的化学性质是相似的呢? 例如像这里, 老数 它们的化学性质是相似的 自己记住 它们的化学性质是相似的 这个外围电子排布是相同的 这个外围电子排布是相同的 所以它的化学性质就是相似的 记住这件事 因为这个CL, BL, I 和点 其实它的外层电子数目一样 但它的终极电子排布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就会说 它们只有一个相似的化学性质 原因就是说 外层电子数目是相同的 记住, 这是相似 好, 今天说的